狗巴被人殺車,龍運撞尾百人箱 隔入沙田伯康村的E42龍運巴士 左邊車頭撞到變殺型,擋風玻璃碎裂 到後鏡都飛出來 被撞的狗巴車尾都凹凹 昨天早上7時半,駕武在客的狗巴沿著青衣西路落斜 準備左轉遼土路入長亨村 因為閃避途人急急殺車 說艷美徐駕龍運巴士收不設計,撞過來 龍運巴士有8個乘客受傷 當中兩男四女,30至63歲,受輕傷重軟 警方正調查意外的原因 熱消市龍運巴士,落地才13個月 10日前才驗過車